心理学有巨大的边界的问题 我是谈边界的吗 什么边界的问题啊 就是一方面呢 他用科学看人性 这个本身就很大的问题 到底能不能用科学来看人性 一方面呢 他心理学呢 他不能谈边界 不能自我否定 他和宗教 在宗教里也存在否定 可能大部分不存在着否定 比如说哲学讲道理的 大量的存在着否定 这个存在着否定 就让人觉得舒服得多 可是心理学这种否定 就比较少 这个比较可怕 我们听一下啊 男生家庭对一个人最大的诅咒 就是告诉这个孩子 你的感觉是错的 你得听我的 因为家庭看起来很正常 甚至条件很好 但是父母如果一直的给孩子讲 你的感觉是错的 你听我的 其实这是在杀死孩子的精神生命 那么一个原生家庭 对孩子最大的图辅 其实就是告诉孩子 你可以按照自己的感觉来 你的感觉是对的 有道理的 那你说一个人在长大之后 他怎么样能够摆脱掉 当年原生家庭 给他造成的那种负面影响 貌似好像没法摆脱 就是只能够去拥抱他 接受他和他和解 我记得中国家庭中极少有的 我没爱过一次大 没爱过一次吗 没被控制过 到现在也是 你看我今年49岁 老家的时候50了 我现在没结婚 没生孩子 而且我妈是奴村老太太 那一半的家庭 这不就是炸了锅了 年年回去都要跟你说是吧 但现在我妈一般就跟我说一句 说哎呀 还是结婚生个孩子好 那她就说一句 因为每个生命 本能上想按照自己的 吴志宏是不是这个 完全是这个意思 因为他可能还要长期的论述啊 是吧 这个也不好说了 比如说要找一个没打过 没骂过 没控制别人的父母 没有 这个就是要求父母 是圣徒了 做不到啊 朋友啊 有暴力 骂人 甚至有肢体暴力 甚至这是 真的是人心理的一部分 人有可能从主观上 不喜欢这个东西 也是从啊 一辈子要走出这个东西 尽量的离远他 远离暴力 远离这些个不好的东西 你也不能要求他一下子 就能搞定这个 那不一出生成了 暴徒了吗 一出生成了 圣徒了吗 控制欲望也是如此嘛 它是人性的构成一部分 甚至我觉得这些个东西 有的时候完全 真的不能完全把它看成消极的 它可能存在着积极的一面 啊 比如说这种暴力 暴力有可能是变成人的一种 某种力量 有力量使人变的 比方说这个控制欲望 你控制欲望 这种贪婪的战友啊 他有的时候也是推动人前进的一个东西啊 是吧 华尔街演讲 自私是好东西 这是一个对父母这个看法 另外一个看法呢 你说这个孩子啊 就是不和孩子说对错 就是那就是虚伪嘛 啊 也就是啊 最糟糕的和孩子 就是最幼稚的 最弱智的和孩子的关系 是哄他 你这个是对的 你这个是好的 当他是个成年人的时候 啊 那种这个人的关系 和自己的孩子的关系 自己被尊重 他也被尊重 你也尊重别人的关系 是博弈嘛 就是我有什么看法 我告诉你嘛 你不能说你 你就是孩子说什么都是对的 都是表扬的 是吧 那不也太虚伪了吗 明明这样子搞下去 就是个坑 所谓的鲜艳 这两个字不没用了吗 什么叫鲜艳 就是我们用生命 凝结一辈子 这个经验 我告诉你 在这里有人生的坑 是吧 你非得说你人生坑 你非得你说你挑 才能构成你的人生 但是你要注意啊 要警惕 准备好绳子 梯子什么 掉下去 实在不行 弄两个 弄点面包 弄点创可贴 掉下去流血 贴一下 吃点面包 别死了 是吧 我给你打个绳子 你再爬上来 所谓的鲜艳 不就是这个吗 超越父母的这个认知 鲜艳就是父母有责任 把这些东西来告诉他呀 所谓的高手 最高的高手 你和孩子已经到了 最高高手 已经不用交流 是吧 你看我一眼 我看你一眼 或者你脑海想起我来 就足够 我们不需要交流 我觉得像这么高的 高的阶段 我没见过 努力吧 博弈就是我最求的一种阶段 是吧 你博弈我 我博弈你 你找到我的不足 我找到你的不足 这不就是讲道理吗 是吧 哪是说你说什么 都是对的 都鼓励你 这不太虚伪了吗 除非你孩子是个弱智 太欠缺自尊 自尊了 尊严了 自信了 他说什么都鼓励他 你说你真棒 你最好了 是吧 你就这样干 所以说从这些个对话 大家看出来什么了 是吧 你要博一下 我还要付出金钱 支撑你的成本了 是吧 所以说有的时候 说出自己的观点的父母 他是一种责任的 我挺尊重这个吴志宏的 这么短的论述 肯定就是没有论述 他完全的思想 是吧 我要我这些个思想 告诉吴志宏 吴志宏肯定也是会同意的 是吧 因此这个片段的 我们看短视频 几十秒的东西 都真的是精神污染的 你不知道他怎么论述 这个东西 你就截取一个片段 觉得对你有用 非得倒霉 不行 谢谢你 谢谢你